自從外國流出了Camfire Audio Saber的耳機資料 都知道一直都未有機會見到實機的大家都等到頸都長埋了 搞了那麼久才出街 無非都是準備了一個驚喜給大家 想知道驚喜是甚麼 就記得看下去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Alice 美國Camfire Audio最新發佈的耳機作品Saber 採用了品牌第一次用的兩圈一鐵單元結構 利用8mm混合式皮金屬洞圈 創造出更加深淺的低頻 配合6mm藍米泰金屬洞圈呈現出溫暖細緻的中音 再加上鋁射設計的高音動鐵單元 減低高頻需減的問題 利用不同的單元物料和升學設計 令到三頻的表現都可以各自發揮出單元獨特的味道 如果有留意Camfire Audio 你就會知道他們的耳機一直都採用無分音器的設計 除了可以減低分音器和導管所造成的聲音失真問題之外 別除了聲音導管 還可以將單元裝嵌落去品牌開發的Solidbody聲學迷宮入面 聲音通過部件入面迂迴的通道引導 可以做到更加自然的調音效果 三頻的過度銜接亦都會更加順暢自然 令發聲單元本身的聲音特徵可以完全發揮出來 先講耳機入面負責低頻部份的8mm混合式皮動圈 皮金屬一直都是製作耳機單元的貴寶 先天就擁有著高剛性和物料彈性的優勢 對於製造耳機單元來說是非常之理想 用它製造出來的低頻動圈 可以令到低頻的亮感更加充沛 可以聽到更加多隱藏在音樂入面的低頻細節 但又不會過份減染 以清晰利落的速度和力量感 讓你可以更加容易投入到音樂的節拍裏面 大家可能知道 雖然利用金屬加工入去震膜裏面 是可以提高單元的剛性 得到更加高密度的聲音 但從物理學上來說 重量和整體的順態表現是呈反比的 震膜越重 順態反應就越慢 就好像一輛重型貨車一樣 你要它突然加速或者煞車都是很難的 所以負責中頻的6mm納米泰金屬動圈 就是為了同時兼顧高密度和快捷的順態反應而產生 製作單元的時候 會將鈦金屬蒸氣在表面 控制震膜的態度塵厚度 處於納米級的0.1mm 這個工藝除了可以提升動圈的整體剛性 同時還可以很有效地控制它的重量 保持到靈敏的動態反應 表現出更加立體細緻的人聲形態 而負責高頻的動鐵單元 就經過Cam5 Audio特別設計 將單元聲音頻段更加精準控制 和其他單元的銜接更加自然順暢 單元擺位直接將發聲口對正音咀位置 讓高頻能量直達二度 減低高頻頻段的衰減問題 令到高音可以延伸出更加華麗的空氣感 講完耳機的內部 我們就一起看看Saber外部的整個設計了 外觀部份主要由不鏽鋼音墜 輕量化的ABS康體 和大馬試鋼鋼面板三部份組成 構成了剛油並製的三文字式結構 同樣兼顧了風格和舒適度 Saber的大馬試鋼鋼面板 就經由不鏽鋼疊打斷造出來 經過隨凸的不鏽鋼會改變當中晶體形狀 令晶體密度大大提升 反射出來的聲波帶有一種緊緻的結障線條 將錄音裏的聲學效果更迫真地呈現出來 今次Saber開賣 還同大家成功爭取到 免費升級造4.4mm的純銅線材 利用銅線本身溫暖和順滑的特性 為Saber的聲音加持不少 加上Camfire Audio 一直都很耐用的倒皮和MMCX插頭 還可以避免MMCX常見的鬆脫 或者是接觸不良問題 這樣就可以將你的耳機 長期保持是一個最佳狀態 今次就先講到這裏 Saber的產品連結和售價 就在下面的說明欄會找到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我們 以及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有新片出的時候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 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